作为人类,我们会设计一些奇怪的,精心准备的约会行为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求爱仪式 但大多数都涉及金钱、装扮或礼物 然而,鸟鱼已经将歌声和动作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从模仿汽车喇叭到在水上行走 它们迷人的求爱和交配仪式 使我们人类的约会行为看起来挺无聊的 大家好,我是阿蕴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鸟类的奇葩求爱仪式 北美PT和客室PT是能在水上行走的最大的脊椎动物 这是它们寻找配偶的奇葩求爱仪式 这种水上行走的方式更像是一种成队进行的优雅芭蕾舞 在大约7秒钟内,这些鸟类将以2只或更多的组合充斥到20米 要做到这一点,PT每一秒大约要走14到20步 相比之下,人类每一秒钟只能走4到5步 此外,PT会将它们的脚伸向一边 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不受地吸引力的步态 研究这些鸟类的科学家观察到 PT通过拍打它们的脚 来产生使它们浮出水面所需的50%的力量 另外50%的力量是通过在潜水时创造流体动力产生的 在它们准备跳舞之前,这对情侣会凝视着对方 然后它们会潜入水中,再浮出水面 有时候这种求爱仪式有可能要经历几天的时间 因为PT为了吸引伴侣有着非常高的严格要求 如果PT双方都无法跟上这种水上舞蹈 就证明没缘分,它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是不是比起人类的约会 PT的求爱过程难多了 安迪斯火烈鸟来到世界上腐蚀性最强的琥珀之一进行繁殖 在无油泥沿湖的这种极端环境中 火烈鸟以壮观的集体表演拉开了它们交配季节的序幕 有几十到几百个个体组成 它们将一起编排一段精湛的求爱舞蹈 其中包括几个不同的动作 它们会在水中迈出许多小碎布 将脖子左右摇摆 然后它们会结对交配 共同度过一夫一妻制的生活 也许安迪斯火烈鸟之所以被这种恶劣的环境所吸引 是因为它们知道自己雄壮的舞蹈 不会被其他动物粗暴地打断 然而由于理由业的发展 以及对盐、硫磺、彭沙和其他矿物的不可持续开采 它们的栖息地经常受到人类的干扰 因此安迪斯火烈鸟在2010年被正式宣布为宾威物种 食物可能是最容易打动人类心灵的方式 对于走卷来说也是一样的 在一个常见的求爱例子中 一只熊鸟会用嘴叼着一条毒蛇或蜥蜴来引诱雌鸟 如果雌鸟接受了这个礼物 它们就会交配 作为球偶表演的一部分 雄鸟在面对雌鸟时 一边鞠躬一边摇动尾巴 然后发出低沉的咕噜声到呼呼声 如果雌鸟感觉有兴趣 雄鸟就会直接跳到配偶身上 走卷是所有会飞的鸟中奔跑速度最快的 它们能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奔跑 走卷可以在交配后立即逃离现场 在奔跑时 走卷能用它们的长尾巴来控制方向 保持平衡和刹车 然而这些鸟类通常会选择一个雌性 作为终身伴侣 并分担抚养家庭的责任 走卷以其捕捉和刹死响伪声的能力而闻名 虽然目前没发生过走卷商人事件 但它们是为数不多的 速度快到足以杀死响伪蛇的鸟类之一 所以它们还是有一定的攻击性 走卷主要生活在美国西南部的干旱栖息地 在最南端的墨西哥大陆也能够发现它们哦 在繁殖季节 红顶交温会选择一个树枝作为它的舞池 然后突然跳出月球漫步的舞蹈技巧 以吸引磁性交温的目光 与它同刻的燕尾交温 也会和其他熊鸟在一根特定的树枝上站岗 在那里表演 它们不仅会以快速的动作跳舞 而且还会打出独特的节拍 发出呼呼声和嗡嗡声 都是为了给雌性留下深刻的印象 并警告其他雄性不要侵犯它们 月球漫步则是球外过程中 常见的四种表演之一 在另一种情况下 雄性会向前转动 炫耀它的黄色大腿 它也可能在它的栖息地和周围环境之间 来回飞舞 每次从栖息地跳下时 都会拍打翅膀 最后在返回栖息地之前 它还可能进行一次环形飞行 这一切的举动都是为了追求更多的驰鸟 雄性交翁会不断提高它们的吸引技巧 以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 一个舞蹈家可能会花掉整个童年和青春期的时间来训练 以便被朱利亚学院录取 同样的一只雄性华丽琴鸟在达到完全成熟之前 也会花费数年的时间练习复杂的歌舞动作 然而它们训练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交配 雄鸟将学习四种不同的歌曲类型 从A到D 它们将从歌曲A开始 然后在B和C之间来回穿梭 最后以歌曲D结束 这些鸟生活在澳大利亚大分水岭以西的森林中 它们的表演堪比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音乐 带有特殊的电子节拍 凭借其非凡的音乐天赋 这些鸟甚至会模仿汽车喇叭或链锯的声音 一只雄性华丽琴鸟将尾巴悬在头上 在它的土出上唱歌长达20分钟 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声音的模仿 是雄鸟捍卫自己领土的一种方式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场许多雌性 在选择伴侣之前都会参加的表演 事实证明 人类并不是唯一喜欢法式接吻的动物 白顶亚马逊鹦鹉和人类一样 喜欢亲吻对方 在求爱过程中 白顶亚马逊鹦鹉会先相互梳理毛发 然后在锁住会开始来回弹动它们的舌头 它们是少数几种会嘴对嘴接吻的动物之一 但突然之间这个过程会出现一个令人反胃的转折 雄性鹦鹉会将食物反出到雌性嘴里 作为一种爱的形式 没有什么比一个小小的呕吐来结束一个吻更浪漫了 这种鸟原产于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 在干旱地区如西树大草原、雨林 水果种植园和耕种地区都能看到 它们是一种相当嘈杂的鸟类 特别是在繁殖季节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 感谢观看